元宵节即将到来 民众少不了吃汤圆元宵 祈求平安圆满 但小心吃多了 身材也跟着圆了起来 营养师就教大家用天然食材和豆腐 制作七彩豆汤圆 热量少四成又容易消化 我们主要是使用豆腐去做原料 取代原鲜糯米的用量 那它的口感上仍能保有一些些 我们汤圆的口感 QQ的感觉 但是它又不至于到这么的不好吞咽 所以在使用上 其实对于长辈啊 或者是一些胃肠工程 比较不好的民众来说 它是比较适合 也比较没有负担的 那在风味上 因为我们使用豆腐作为原料 所以它增添了一点点的淡淡的豆香 那在外观上 可以看得到七彩的嘛 那我们是用天然食材去做染色 那可能有像我们的南瓜 紫色山药 然后红萝卜黑木耳或者是一些绿色蔬菜火龙果 增添它的色德之外 其实也增加不少的植化素的摄取 营养师表示 由于汤圆元宵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不只要小心热量 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也要适量食用 另外吞咽困难的长者 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留意 一般市售的汤圆它主要的原料是用糯米去做 那糯米的特性有哪一些 第一个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 所以对于一些可能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来说 比较不建议 会比较有疑虑啦 那吃的时候要适量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特性的第二个部分 它的粘稠度比较高 它通调之后它可能比较有粘度 那对于可能中验困难的长者或者是民众 那或者是胃肠消化比较不好的病人来说 其实都没有这么适合 那吃起来会比较有负担 三到四颗那种高线的汤圆 或者是大概三十到四十颗的那种红白小汤圆 它其实热量就等于一碗饭的热量 那要吃 如果你今天假设你今天要吃二十颗小汤圆好了 基本上你就要跑慢跑 大概半个小时 如果你要用走的 可能也要1.5个小时以上才有办法去消耗它 所以提醒大家 当然吃可以 但是还是潜藏机制啦 卫生局还公布元宵汤圆抽验结果 共抽验22件产品 包含18件汤圆 4件馅料 另外同时针对4件包装产品进行标示查核 结果均符合规定 我们检验的项目是防腐剂有12项跟着色剂 同时有4件的产品 它在同时也是完整包装的食品 那也进行的标示查核 那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台北市卫生局这边也要忽悠我们的食品业者 一定要选购就是合格的一个原物料的一个来源 那才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使用的一个安全跟自身的权益 卫生局提醒元宵佳节吃汤圆 餐后应适量运动 除了可以消耗多余热量 也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助消化不容易脏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给大家看一下